好 謝謝 好 請莊雷雄 請做你安慰 好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還有我們行政院的各位工作團隊 我想身為一個國家的一份子 我們都是公僕 那一個公僕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馬英九總統所領導之下的 整個團隊是整個失序的 那在這次的馬習會突然的宣布 真的是狠狠的打了我們全國國民 當然包括我們國會 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一個巴掌 這個讓我們整個國會的監督是完全失效的 所以說之前馬英九曾經 縱然他說過他一百次他不選市長 這樣子的事情一再的發生 他也說過他不會去見習近平 他說過在國家需要人民支持 以及國會監督 這三個前提之下 他才會去見習近平 他們才會見面的事情 現在破功了 因為國家有需要嗎 這是哪一個國 當中國方面 他們大坦蕩蕩的說出是 根據一個中國原則 他們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那我們台灣 我們身在何處 我們是誰 人民支持 是哪一國的國民去支持了 馬英九這樣子的一個突然的行動 另外就是國會監督 國會監督是完全監督不到 昨天下午在協商的時候 這個夏立妍主委 毛治國院長到達這個院長室這邊 來跟院長以及各黨團 在做報告的時候 本席就提出 為什麼寧可在這裡密室的報告 而不到內政委員會來公開的備詢 讓所有的媒體讓全國的民眾可以知道 這整個事情的緣由 但是我們的政府似乎黑香到非常的習慣 慣喜啊 那麼本人覺得這個馬錫會 並不是馬錫會 是酒瓶會啊 酒就是馬英九的酒 瓶就是習近平的瓶 酒瓶會 就是酒乾的瓶啦 他們在酒憨耳熱之後啊 到底會做什麼樣的事情啊 我想這個是台灣人民共同所關心的 不要酒瓶會一過一後 以後啊 我們整個台灣是氣了了啊 所以我想這個總統不斷的與人民為敵 與台灣人民為敵 更是與台灣年輕人為敵 這樣子的人不是不配當總統而已啊 他是沒有辦法當總統 不能當總統 那麼我想要在這裡跟所有全國的國民來表達 台灣人民這個時候是應該要站出來了 覺醒已經到了一個時刻 人民一定要反撲 國民黨已經沒有辦法在台灣再立足下去了 所有國民黨的從政人員啊 也因此趴在地上 這個是一個我們也很樂見的事情 因為一切都要從頭來啊 全部洗盤 大家守護台灣 一起為台灣啊 謝謝 我們現在請陳碧涵委員發言 主席立院同仁 我們所有行政院在場的官員們 大家好 我想剛才